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照台书 本节目一太北口我们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照 在今天节目当中 继续来为大家直播 Jonathan Spence 《施行谦》的纪念专辑 《施行谦》在去年年底去世了之后 借由介绍这些书 我们一方面纪念这位 非常杰出的史学家 另外一方面 借由他所留下来的 这些重要的著作 来理解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 以及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面 有些什么样特别的角度 特别的眼光 今天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施行谦他为英语世界的大学生这些有兴趣于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所写的一部教科书 书名叫做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追寻现代中国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套书的第二册 基本上所处理的是我们一般认定的民国史 我们到底对于民国 也就是1912年在推翻了满清之后 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体制 在历史上有多少的认识呢 举个例子来说 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了军阀 军阀是什么 在民国史当中军阀极度的重要 控制了大半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些军阀 军阀是谁 他们是什么 事情先告诉我们 这些军阀各有不同的出生背景 以及他们巩固权力的方法 许多军阀 他们早年出生北洋军 所以为什么经常我们没有在讲 民国史的时候通称叫做北洋军阀 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北洋军 也是袁世凯的旧部 另外还有一些呢 是从地方崛起的 在1911年年底到1912年年初 他们耀身在辛亥革命所引动的 各种不同动乱的局势底下 他们变成了这个宣称独立的圣 他们的都督或者是高阶的统帅 还有另外一部分呢 是出自于地方的团列 这是太平天国历史所遗留下来的 从乡军淮军更进一步的 还有很多地方也有了地方的团列 在乱世当中巩固了自己的地方的势力 有一些军阀是占据整个省 有自己的官僚体系来征集地方的税收 来支撑军队的需要 另外有一些军阀 他们甚至小到只控制了其中几个乡镇 专门靠着自己的武力 强征过路费 搜刮民财来取得裁员 有一部分的军阀 忠于合法的共和了理念 希望自己的势力 有朝一日可以回归宪政体制的中国 但也有军阀深深的相信 孙中山跟国民党 才是代表正统的合法政府 不管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迫于刑事 有一些军阀向外国的强权势力靠拢 例如说上海 这主要的势力是英国 整个长江流域 在清朝末年 就已经变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还有呢 在东北 那是日本 在西南 那是法国 另外有一些军阀 则是控制铁路运输的 大段沿线的区域 靠着往来的旅客跟货物的运送 还有铁路沿线城市的商业活动 能够获取裁员 另外有一部分的军阀 则是在占领地 恢复种植 鸦片 靠着规模大幅扩张的鸦片产业 来充实他们的裁库 鸦片的买卖 历经晚清跟袁世凯同志之初的 压制之后 再度死灰复燃 逐渐恢复了以往的规模 光是这么短短的一段话 其实就比大部分民国时 在讲军阀 更清楚地为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军阀 除此之外 军阀的个人人格特质 也各个不一样 许多军阀深信 凶残暴虐 沉溺在深色之欲 例如说 占据山东的军阀 但也有一些军阀 受过良好的教育 试图以所持的道德理念 来教化军队 这一类的道德观 可能出于修正之后的儒家思想 也有可能来自于基督教的教义 或者是来自于社会主义的学说 另外他又特别提到 山西的阎西山 他调教出那种奇特的混合物 阎西山以欧美各方的英雄人物 作为楷模 来实践个人的理想形象 他曾经骄傲地表示 他构筑了一套完美的政治理念 来治理山西 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呢 在这一套他自己的政治理念里 融合了军事 民主 无政府主义 民主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 个人主义 帝国主义 普遍主义 富权主义 还有乌托邦等等 重价的精华 真是了不起 拿这么多的概念 通通放在一起 那真的就是 惊人的一种思想的方式 不管这些军阀 他们身性如何 是残酷还是人寇 是精明还是余佐 当时中国分崩离析 就使得继承满清领袖 正统的这些后继者 统一中国的任务 更加的艰困 话虽如此 当时中国国家的政府 仍然明显地得以延续 因为北方军阀 从未完全废除 总统跟总理的辞权 反而争相 把自己的亲信 把自己信任的 自己要的人 安插在这些职位上 期待他们 未来会有所汇报 在这样的局势底下 段祺瑞 得到了国家的统治权 在1916年 担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 出生于1865年 太平天国在前一年 才刚被评定 他是武备学堂 在1885年创建的时候 得到录取的第一批 预备军官 然后呢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并且由李鸿章 亲自领选 让他去德国 研究军事 去学习 段祺瑞的另外一个贵人 那是袁世凯 拔着他担任 新建陆军炮队统带 在义和团事件的过程当中 段祺瑞在山东 效命于袁世凯 1904年 段祺瑞被拔着为 北洋军的统治官 1906年 更进一步晋升为 北洋陆军素成学堂的督办 让他有机会配置年轻人 而构成了自己的派系 这跟段祺瑞 他之前自己年轻的时候 加入袁世凯 成为袁世的人马 这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1911年武昌革命期间 段祺瑞担任第二军的军统 他就是负责 劫治湖北的军队 之后他被任命为 湖北湖南都督 来仇拥他对于 袁世凯的忠臣 1912年 段祺瑞担任内阁陆军总长 1913年 在整数国民党籍 国会预言的行动当中 段祺瑞担任代理国务总理 1916年 袁世凯去世了之后 曾经反对 袁世凯称帝的段祺瑞 受到北洋军阀 救党 资深军官的拥戴 就出任国务总理 正当段祺瑞 在中国巩固他文官跟武职的双重权力基础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在欧洲如火如荼的展开 这又是 史景前 Jonathan Spence 他写中国近现代史的特色 那就是 会把中国放进到 这样一个世界史的架构底下 来进行理解 所以他接下来告诉我们 虽然在历史上 中国从未远离领土 在国际事件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但是到了20世纪 是不是要开放中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新时代的决定 就落到了段祺瑞的身上 段祺瑞跟他的顾问群秘商 加入英法同盟 来对德宣战 他们认为 如果德国被击败了 那德国在山东青岛具备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租借 就应该可以还给中国 在这个同时 来自于两方的压力 也逼时段祺瑞提出了反德的声明 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 1917年年初 美国准备对德宣战 来报复德国 这是无限次潜艇攻击的战略 使得经过大西洋的重力船只 包括美国的船只都饱受威胁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压力 是来自于日本 日本放弃在东北蒙古华南 煽动分立主义政权 而决定要贿赂段祺瑞的政府 让他们承认 日本在华北的地位 同时准备要夺取 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 美国到1917年4月加入了第四世界大战 跟英国法国站在同一战线 对欧洲的各参战国来说 中国的军事武装力量微不足道 不过呢 中国拥有协约国所缺乏的重要的资源 那就是丰富的人力 欧洲战场上的杀戮残酷无比 光是1916年的Battle of Storm 英国跟法国加起来损失了60万人 到了1917年 英国又在伊普尔战役当中 则损了另外25万人 所以这个时候 英国法国需要补充兵员 如果中国的劳工可以加入西欧各种不同的工程建设 各国就有更充沛的人力 可以投入战斗的行列 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期待 希望中国参战最重要的理由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一般讲民国史的时候 不会特别被标局说明 然而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待 来描述中国史 石影迁就对于这件事情 给了我们更详细的认识跟理解 休息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 现在中国 我们介绍是石影迁写关于民国史 也就是这道书的第二册的部分 在讲民国史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般所熟悉的 不太一样的讲法 例如说 他特别讲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他就告诉我们 在1916年的夏天 英法两国 就跟中国展开了协商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段祺瑞 因为段祺瑞是这个时候的中国的国务总理 早在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前 商议有了结果 那就是在山东威海卫英国海军基地附近 设置了一个叫做招工公司 后来又在青岛的港口 增设了一间公司 英国人用讽词的口吻 把招工公司比喻为 制造腊肠用的碎肉器 但是呢 招工的速度迅速顺利 因为地方经济的凋敝 政治的动荡 另外一方面 受到了英国提供丰厚薪资的诱惑 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自愿加入叫做以工带兵的 这样的一个行列 每一个华工 你去报名了 只要你出发 就可以获得20块钱的工资 之后呢 每一个月交付10块钱 给在中国的家属 作为养家的费用 另外也提供 衣服 膳食 华工必须要接受健康检查 特别注重 在山东流行的沙眼 另外有肺结核跟性病等等 如果通过了健康检查 被筛选可以接受 前天后后有大概10万人 然后呢 就发给连号的标签 再将标签用流钉 封在绳索的外面 缠绕在这个人的手腕上 接着呢 从头到脚 喷上消毒器 并且要求辛亥革命之后 仍然选择留辫子人 这个时候就要捡辫子 跟法国签订了合同之后 搭载首批华工的轮船 在1916年 航金印度洋 在穿越树黎寺运河 但是却在地中海 就遭到了 当时非常非常活跃的 德国的潜水艇给集成了 所以这一批 543个华工 就葬身在海底 下一批华工 就由换航线 从太平洋 航向加拿大 再经过火车运送 穿越美洲大陆 这是为了要散避 德国潜艇的攻击 在舰队的护航下 渠道大西洋 才到达欧洲 虽然雇用华工 遭到英国法国两国人 特别是工会的 严重的抗议 但是这些华工 很快的就投身工作 大部分在法国的北部 这些华工 他们的工作包括在 船屋去上下船货 去建军营 去盖医院 去挖掘战壕 以及在铁路的吊车厂 搬运弹药 军需品等等 华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 一个礼拜工作7天 遇到传统的中国节庆 允许修工 即使在中国正式对德 宣战了之后 华工仍然属于 以工带兵的 非参战性质 因为段祺瑞政府 不足以支应 投入欧战的军事费用 所以中国向德国宣战之后 并没有真正派军队 去参与欧洲的战事 只是让这大批的华工 去到英国法国 去以工带兵 所以到了1917年年底 中国人在法国 累积总数达到 五万四千人 等到1918年 也就是第四世纪大战 结束的时候 甚至增加到九万六千人 如此大量的人数带来了危险 也创造了许多的机会 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一部分 这么多的中国人 在那个时候去到欧洲 这件事 大概是 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很少人注意到 很少人知道的 接着告诉我们 有一些华工居住的营地 被德军的飞机 或者是炮弹轰击 他们有时候会杀害 德国的战俘 替死去的同胞来报仇 有一些华工 在清理战场 或者是挖掘战壕的时候 不慎误触地雷 或者是遇到了炸弹 而丧命 华工常常因为 饮食习惯不一样 或者是 遇到了非常湿冷的气候 无法适应 而染上了疾病 他们甚至会反抗 法国或者是英国的雇主 或者是抢夺地方餐馆的食物 从英国部队 为军官所准备的中文绘画书籍里 这又是非常特别的史料 我们平常很少注意到 在那上面的列举的句子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华工被歧视的程度 例如说 你们为什么不吃这种食物啊 营帐里不是很干净吗 你们明天必须洗澡 军营的厕所是保留给欧洲人使用 不是给中国人使用的 这都是军官要学的中文绘画 都是这种句子 要改善这种严峻情况的努力当中 最重要的是 来自于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表 他们认为 华工所处的恶劣环境 就让他们可以服务 YMCA特别关心中国人的休闲活动 跟公共教育的问题 为了提高华工的试制率 他们设计出特殊的语会教材 还有教学的方法 令人惊讶的是 就在这一批受过教育的 青年会中国办事人员的帮助下 每个月大约有五万封的信件 从法国寄到了中国 并且在家乡一遍一遍的在街坊当中传送 尽管这些信件用字非常的简单 而且都经过协约国的军情单位检查 删去了军事的机密 但这仍然是足以作为 中国工人在参战了之后 试制率成长的重要的指标 在书里面是以前引用了一封当年的信 内容是当然这是经过了英文再转译过来的 他说写给我的哥哥 自从上次见面 我们之间相聚了几万里 我目前工作得很好 不必替我担心 我每天可以赚到三法郎 不过生活昂贵 所以我现在没有能力寄很多钱回家 就在我离开之前 那天我们曾经吵架 希望你忘了吧 说来惭愧 但我已经不在意了 请照顾爹娘 我会在三五年内回来 那个时候应该可以带回足够的钱 让爹娘度过以后安好的日子 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贡献 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除了刚刚前面提到 543米华宫 葬身在海南当中 另外有2000米华宫 葬身在法国以及法兰德斯地区 长眠于几个异象特色的公墓 墓园里墓碑竟然排列 上面工整的磕漏着死者的中文姓名 还有西方雇主所给予他们的编号 至今仍然在见证着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摄入国际争端的历史 复杂的是当成天上万的华宫 回到中国之后 他们带回去的不只有安然存放在家里面的积蓄 还有读书写字的能力 以及有关外面世界的丰富的见闻 就像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观察 这批归国的华宫正准备在中国的政治上 扮演新的积极的角色 1918年11月11日 德国成人战败 欧战停火 中国的期望随之升高 庆祝胜利的游行 第四世界大战 在北京展开 蜻蜓被迫为权乱中上升的德国人树立了纪念碑 也被这个时候参与游行 疯狂狂喜的群众给破坏了 段祺瑞在1918年10月一个月之前 他已经去职了 北京政府如今在 北洋军阀其他派系的总统跟总理控制底下 不过段祺瑞在让位之前 他已经把日本的巨额借款 用于强化他个人的武装力量 并且继续跟日本建立 秘密商议的管道 抵达凡尔赛去参加战后 条约协商的中国代表团 阵容庞大 包括了62位代表 有五位杰出的外交官率领 但是行前并没有接到任何完善的指示 对于要在谈判桌上面临的情况 毫无准备 在凡尔赛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是 日本代表他们晴天霹雳时的声明 也就是在1917年年初 为了回报日本海军资源对德国的作战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就曾经签订了秘密的协约 保证在战后支持日本处置德国在煽动权力的主张 更糟糕的是 日本接着宣布 他们在1918年9月 就跟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 也有了一个协定 协定内容包括 授权日本在济南青岛 部署警力跟军防 以及把日本计划在山东修建的两条铁路的全部收入 抵押给日本 以支付部分带给中国的款项 中国代表对这些充满屈辱的协定内容一无所知 美国总统吴卓·威尔森 原来认同中国收回山东权力的主张 这个时候也改变了态度 认为日本关于山东权益的主张 在国际法上是站得住脚的 于是 威尔森跟英国的首相劳和乔治 还有法国的总理克里摩索 达成了共识 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赚给了日本 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 包括了各方不同的因素 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在1919年的5月4日 北京市民跟学生会走上街道 因而引发了五四事件以及五四运动 我们透过石景谦的书写 可以对于现代中国 尤其是民国这段的历史 得到更丰富的认识跟理解 这本书是石景谦所写的 追寻现代中国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一段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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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